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值24亿美元的法国产品加征关税 包括绿色包包 化妆品 香槟 来唠等 理由是 法国7月份通过的开征数字服务税法案 美国认为数字税主要受害人就是美国网络科技公司 如苹果 亚马逊 脸书 谷歌等 法国一年增加6亿美元收入 是建立在了美国的损失之上 特朗普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的更直接 美国针对24亿美元商品只是警告 如果法国不妥协 行动还在后面 为什么说数字税会让美国反应如此激烈 如果不把法国打下去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都会有样学样 英国已经跳出来了 11月4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态 英国将推进数字服务税立法 预计在2020年4月开始征收 要不怎么说英国是嚼死棍呢 这不是在帮法国缓解压力 反而是在激化美法矛盾 数字服务税最早就是英国提出来的 但法国立案速度比他快 在外部压力还没解决的情况下 法国国内又乱了 12月5日 法国铁路公司工会牵头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发出公告 号召全国举行无限期罢工 据法国总工会消息 全国约有150万人参加了 5日的凡养老金连改示威活动 仅巴黎市就有24万人 罢工造成法国公交系统基本瘫痪 运上班的民众大多要靠自行车 踏板车 驻动车 以及搭乘顺风车到达上车地点 除了公交系统 法国的医疗系统 电力系统 教育部门 律师行业 警察协会也纷纷加入霸光行列 预计会持续到圣诞节 革命脑区的左翼喊出 要不马克思 要不完蛋的口号 要求法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功龙红兵又要回来了 法国极右翼同时登场 他们认为一切不幸都是外国人造成的 最极端的认为是犹太金融势力 吞吃了人民的财富 犹太人还故意大规模引进了异教徒和黑人 大罢工之前 极右翼已经开始行动 12月3日 法国东北部 一座犹太人墓园遭到了蓄域破坏 有107个墓碑被喷上了纳粹符号 左右两极都在展现力量 不过 大罢工主体仍然是不走不由的逍遥派 他们更多是表达经济诉求 而不是政治诉求 用玩具熊堵地铁口 也只有法国人想得出来 许多中国网友说 看了心情好多了 毕竟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巴黎乱成香港那个样子 不过 既然街头运动掀起 肯定不会是卖谋模式 暴力事件将会越来越多 外部和内部问题汇聚到一起 主要在经济 简单说是法国政府没钱了 负担不起 名列全球前三的社会高福利支出 在经济不振 缺乏全球竞争优势情况下 法国要保持社会高福利支出 只有两个办法 一 开源 二 接流 开源 政府的办法一般就是增加税总或提高税率 像数字服务税就可以填充一下财政赤字 但税一多 会导致法国企业外移避税 反过来又加剧经济疲态 所以去年马克龙取消了富人税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截流 只能砍掉一些福利项目 但这些项目都有法律依据 比如难民待遇 移民保障等 而且有欧盟的法律限制 去年动了一下燃油补贴 就成了黄马甲的导火索 今年8月份 马克龙政府对最复杂的养老和退休制度提出改革方案 要将42项五花八门的制度合并 计划在2025年建立全民统一的退休制度 真正目的就是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在退休年龄和退休金发放比例上做文章 从法国名义来看 有76%法国人支持养老金改革 但64%的人又不信任政府改革措施 要改大家都支持 但无论怎么改 大家都反对 1995年 希拉克面临过同样问题 使节也是养老金制度改革 1995年11月24日 也是法国铁路公司工会率先罢工 比这次规模还要大 失去了三个多星期 反正法国老习惯了 春天恋爱 夏天度假 秋天罢工 冬天过节 工作一定会有努力的人 但自己要轻松自由地生活着 罢工不奇怪 当时法国总理朱沛在11月5日宣布了养老金制度改革 理由是政府已经入不敷出 在台高筑 到了三重水净地步 再不改革 养老保险制度将在二三十年内崩溃 朱沛改革主要是针对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养老 退休问题 但激起了全国反对 这次也是一样 影响最大的也是法国铁路交通部门 也引发了全国抗议 为什么会这样 按理说 不在国企部门范围内的民众应当支持取消这种特权 看朱沛的具体方案 一 修宪加强议会的监督权 二 政府与社保金库签证目标管理协议 三 扩大保险金征收范围 四 一年之后将社保赤字从640亿法郎压缩到170亿法郎 五 除最低收入者之外 所有人增加0.5%的薪税 因此法国民众认为自己才是最终受伤的人 而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法国铁路工会一定会出来点火 大罢工开始后 全国交通几乎瘫痪 工厂关门 商店停业 学校停课 连交通警察都拒绝上班 大巴黎堵车长度创下季度600公里 12月4日 法郎出现贬值 法兰西银行宣布降低利率 支持政府改革 12月5日 希腊克总统出面讲话 表示对朱沛的支持 呼吁全国人民以大举为重 要为子孙后代做出牺牲 行业工会不要在火上浇油 啥 牺牲 缺你的吧 示威者最不爱听这话 继续罢工 法国民众对马斯特赫利条约越来越不满 在发展下去势必影响法国欧洲一体化的长远计划 12月10日 法国政府各部长与各工会领导人举行原作会议 以妥协换稳定 12月17日 法国陆续复工 大罢工结束 朱沛改革方案受到沉重打击 但希腊克避免一场政治危机 1997年5月 希腊克接受朱沛辞职 很快朱沛在政坛又东山再起 2015年 法国中右翼陈设想过朱沛当总统 马克龙当总理的计划 由于朱沛不禅选 转而支持马克龙 马克龙当选后 任命朱沛的新妇菲尼普出任法国总理 也就是说 法国政府这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由朱沛1995年未尽事业的影职 结局同样是全国大罢工 马克龙面临着跟希腊克一样的进退两栏局面 他也绝不会允许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让罢工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 如果事态恶化 估计会让菲尼普背锅 纽约时报则把矛头对准了马克龙 至于法国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 法国的问题其实也是稀有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制造业等竞争优势失去后 他们令人羡慕的高福利政策如何持续 金融集团 资本集团 不可能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以及拯救失业率买单 马克龙政府也好 默克尔政府也罢 对他们来说只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管理者 法国幸运的是警察执法时 不会受到西方媒体舆论围剿 香港一些约游网媒一见闹事 就像长蝇见了大便一样兴奋 跑到巴黎观摩民主盛况 两只约游被巴黎警方突围弹 炸伤手脚 另一只被喷胡椒后再被警察踢伤 还有一只逃跑时扭了脚 一只受不了巴黎寒冬得了感冒 在约游眼中 这些都是法国黑警的罪行 废弃们留言 强烈谴责法国警察 好可怜 去法国都要被黑警打 这些智障可能不知道 他们如果是在美国跟警察对抗 分分钟会变成烈士 最喜欢指责香港警察的香港记者协会 却在装死 今天梁振英都在质问他们 为什么季协不谴责法国警方 为什么不去法国驻港总领事 金丹支出抗议 装死继续装死 面对杨大人 香港季协怎么敢顶嘴 看看委内瑞拉 玻里维亚 以及香港街头 就知道法国现在的大罢工 真是日常操作 算是提早过圣诞节好了 美国国会也不会通过 所谓的法国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对法国采取的是另一种手段 法国就像一位病人需要打针 但谁也不想让针从自己屁股扎下去 只能一代接一代的拖下去